现在全世界的疫苗里头被普遍认为比较可以接受的 第一个是Pfizer BNT疫苗 第二个是Moderna疫苗 这两个使用的都是Messenger to RNA 简单叫MRNA技术 而最近被停打的Johnson疫苗跟AZ牛津疫苗 欧盟直接就是停止施打好几个国家 也不再订购 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所使用的是另外一个线体载体的相关的技术 那另外一个疫苗是俄罗斯的Sputnik 我们目前没有太多的咨询它是用什么样的技术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塞尔维亚 俄罗斯这些国家在订购是连瑞典都开始跟俄罗斯洽谈要订购Sputnik疫苗 回来我们刚刚所谈的辉瑞疫苗或者是Moderna疫苗 它的Messenger to RNA技术呢 其实对人类未来的医学是非常重要的突破 中间呢Moderna很特别 它是美国国家卫生医院投资的 而且它没有跟任何药厂合作 它自己产量自己生产 所以它的产能相当的慢相当的少 因为它里头牵涉了非常非常高端的医学专利 最重要的它不是只有处理这一次的新外疫情 它很可能是为了癌症非常重要的一项突破 这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 却堪称疫苗研发上的划时代革命 因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 兵州大学率先投入研究的mRNA技术 不只替当下人们在一连串封锁中 找到了隧道尽头的亮光 这也可能是人类对抗所有疾病的共同解药 最主要是mRNA是一种锻炼技术 所以你能够做任何疫苗 或任何医院的病毒 所谓mRNA疫苗的运作机制 是替人体提供一系列遗传指令 制造特定的蛋白质 以新冠疫苗为例 它教导人体制造 与新冠病毒用来侵入人体细胞相同的次毒蛋白 由于这样的机制不假外求 所以对人体无害 一旦人体学会如何辨识外来的次毒蛋白 当新冠病毒大举入侵 人体就会知道如何发动攻击将它消灭 这被视为彻底改变 疫苗游戏规则的异常战役 mRNA技术迄今已成功催生出两款 防护力突破九成的新冠疫苗 且从基因定序到发布第一批进入临床试验的疫苗 仅仅不到60天 率先拥有该项专利的莫德纳生技总裁 Steven Hodge坦言 十年前就是因为这个梦想而成立公司 但从来不敢奢望 有生之年能真的看到它成为现实 目前已知mRNA技术投入的领域 包括根治艾滋病 改善原先治疗流感的方式 及癌症治疗 越来越多临床医师和科学家们携手 希望借由mRNA技术 引导我们的自体免疫系统到道路颠簸处修补坑洞 换言之mRNA能复制病毒的关键部分 进而启动免疫反应 此种做法尤其被癌症病患寄予厚望 因为当下的癌症治疗虽然有效 但所引发的副作用 往往痛苦到容易让人放弃求生意志 当你谈论我们的方法治疗病毒的方法 我认为病毒的方法 我认为病毒的方法 是为病毒的方法 是的 您是完全正确的 尤其是当人们认为 这种平常的方法 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令人非常疼心 值得庆幸的是 哈佛医学院附属Dana Farber癌症中心 已长期投注将mRNA技术 用于癌症治疗 而提供首批新冠疫苗的 莫德纳生纪公司 也丝毫没有在这个领域停下脚步 目前24个开发研究案中 有一半是相关的治疗药剂 另一半则是防范于未占的疫苗 我们一直在想治疗病毒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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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认为这些问题是 这些问题的答案吗 我们真的希望这样 我认为我们可以 我们在这一年试试病毒的疫苗 在疫苗与疫苗与疫苗 因为我们认为 在基本上的科学和技术的技术 在技术的方面 让我们做这个 疫苗是一个比较难的 我们都知道 但我们有几个医院 在医院 在想治疗病毒的疫苗 美商回忍药厂近期也宣布 正在开发更多的 mRNA疫苗 不只针对流感 还有癌症治疗的相关计划 哈佛医学院附属 Dana Farber癌症中心 但在三月宣布了 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mRNA技术 已经在肾癌患者身上 看到了初步疗效 当美总统拜登 开心宣布 全美新冠疫苗 施打一亿剂的目标 提前完成 从担任副总统期间 便积极推动 mRNA技术 用于癌症领域的他 也正引颈期盼 医疗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科学家手握工具 四处凿光 整整十年 正因一场意外的大流行病 在地平线上 看见希望 谢谢您收看 麻烦您订阅 TVBS 文鲜的视频 这把YouTube频道 感激 下礼拜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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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